黄杰 甜点师 21岁借款百万 在台北信义路开店 一天卖300个蛋糕 愿意收超过150万 开店半年的蜜月期结束 滞销的甜点成了人生的酸苦 他从云端衰落 负债百万 一趟徒步环岛 逼自己面对问题 学着跟人合作 生意变好了 又开始赚钱 但他仍然是一样 他仍然结束店面 到台东当志工 教孩子做甜点 他深信赚钱 不是生命里的唯一 一起看黄杰的故事 从台北到台东 甜点师的酸甜人生 大家好 我是黄杰 我是一名甜点师 也是一名志工 我在21岁 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 借了上百万 在大安区 创立了河床发式甜点工作室 起初的生意很好 每个月的营业额都能轻易破百万 每天的蛋糕都能卖上两三百个 但半年以后 没有危机意识的我 才发现 营业额只剩下了不到三分之一 蛋糕更是甜甜滞销 员工常提出来的问题 我也没有办法回答 我才发现 我的经验太不足了 我的能力也真的太不够了 2017年的10月 我决定去徒步还岛 在徒步还岛的期间内 我不断地在反省自己 是不是在逃避什么 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人 回到台北以后 在短短的半年内 我把近百万的债务全部还完了 我才发现 那是因为我开始去面对 我所逃避的问题 我也开始愿意 跟不同的人合作 跟不同的主族合作 让河床变得更丰富 能让一家店 再次达到高峰 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我也不禁在思考 自己是不是不应该 为了金钱 而忙丑 继续工作 所以我决定 把店面停下来 搬到了台东 带着偏乡的孩子做甜点 带他们去摆摆摊 让他们长出自信以外 也拥有一技之长 我想对我来说 不管会不会再开店 重要的是 当你有能力 为这个社会付出一点力量的时候 让这个爱继续循环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